在央视的欢乐中国人栏目中,有一位四岁男孩被称为神童,他就是来自于青岛的芒芒王横义,小小年纪,这书被千篇诗词,而且生情并茂,吸引了一大批粉丝。 其实,这位沈童在去年的了不起的孩子中就曾亮相过,年近三岁,就可认得三千多汉子,当时就曾轰动一时,看到这么聪明伶俐的孩子,要是说不羡慕,那一定是假的。 只是,这么牛逼的孩子,到底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? 而对于兴趣方面的培养,奶奶也透露过,家里人很守强自信的,去认孩子学习什么,或者去做什么。 相反,孩子不喜欢的不强迫,孩子喜欢的就倒地支持,例如,孩子爱听歌,他喜欢听的他就自己切换过去,想听几遍就听几遍,而自己不喜欢听的曲子,听到前走就赶紧切掉了。 家里人也绝对不足止,果然是将孩子的兴趣激发到极致啊,这真真是按照孩子的意愿来啦,善于发现孩子的优势,并且和孩子的兴趣去引导,从而,让孩子接触,学习更多的东西。 这对于孩子来说,真的是件快乐的事情,而让他开心的是,孩子自然也会更乐意去做。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,神童也是需要天赋和后天努力双生结合的,而神童的家庭教育,也确实不得不让人为他称赞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